土城安心道場 于近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干部会议 由十九届同修杨贤氏担任主席 住持袁聪法师 袁英法师 袁干讲师 袁正讲师 袁县讲师 各班干部代表均列席参加 住持袁聪法师带领全体与会闲事同修 检讨上期活动执行的缺失与成果分享 并宣导近期的法务工作 包括应新之旅 户外教学应注意事项 周年法会工作事务的分配 维新圣教已为年公祝王禅老祖圣诞 水陆法会 乡机组法工调查 与工作的安排 以及维新稻葬典藏经书相关事宜 住持袁聪法师表示 供养稻葬是一项极为殊胜的功德 鼓励大家共同响应 显示同修期许 未来法务工作的推动能顺利圆满 维新电视综合报导